来看到包括了美国为了制衡大陆 最近可以说是动作频频 今天登场的就是美日2加2部长级的双边会谈 大陆跟北韩的议题成为焦点 接着在明天要登场的是 美国跟韩国的2加2部长级双边会谈 不过美国想要拉什么 日本跟南韩 但是这两个国家并不太好 美国想到合适了 恐怕还是因为共同利益不一样 难以真心合作 尤其南韩来看到没有那么愁衷 南韩想要跟大陆做生意 南韩最关注的是北韩的问题 但是在美国高层访南韩前夕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包妹金宇正 发声明批评美国跟南韩 他说表示要给美国新政府一个建议 如果希望接下来的四年 你睡得安稳的话 最好不要开始就制造一个会让你失眠的工作 可以看到非常的呛 真的这也是很呛的来看到的是 缅甸政府军政府的政变持续延烧 不少抗争者认为大陆在背后帮助军政府 所以很多起的抗议都是冲着北京当局 缅甸仰光超过20家的工厂遭到人给纵火跟破坏 涉及的企业大多都是中资或中免合资的企业 就连台湾民众投资的工厂也受到了牵连 再来看到的是但是我们台湾的外交部 竟然只是建议说台湾的企业悬挂国旗 就能避免遭误判是大陆的企业 真的如此吗 你觉得这样做法有用吗 而且大陆真的有在按住所谓的军政府吗 认为有的 我们待会一起来讨论看看 因为很多人说军政府是中国大陆在撑腰 但是拿出来证据似乎都很薄弱 例如抗疫的民众捡到军政府的一枚 催泪瓦斯弹 弹壳上面有简体的中文字 因为有简体的中文字 就说是大陆要送给军政府的武器吗 其实缅甸军政府长期都是跟大陆买武器的 用这个理由说是大陆力挺军政府 您认为有道理吗 有道理的加一 没有道理的加二 我们在子评跟大家互动 最后来看看是疫苗的问题 英国的阿斯特杰利康所生产的AZ疫苗 出现很多血栓的疑虑 包括德国 法国 跟意大利 很多的国家 欧洲大国 都纷纷暂停施打了AZ的新冠肺炎的疫苗 尤其印尼 这个月才透过COVID 拿到了110万剂的AZ疫苗 结果来看到的是说 他110万剂的AZ疫苗 还未来有两个月 可能会再获得一千万剂疫苗 不过印尼宣布 由于欧洲 有人施打了AZ疫苗之后 出现了血栓的状况 所以要延缓来施打AZ疫苗 全球大视野 头条带你一起来关注的是 美国跟日本的外交 还有国防首长 今天在东京登场了 他们二加二的双边对台 美日对大陆提出了警告 表示两国已经重申承诺 将会反对胁迫性 还有破坏稳定的行为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以及日本的外相 茂木敏充 以及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在联合声明当中有表示 美国跟日本都是体认到 中国大陆对现行的国际秩序 有不一致的行径 构成了政治 经济 军事 还有科技层面的挑战 两国部长都承诺 会反对胁迫这个区域内 其他国家 以及破坏稳定的行为 日本派出军队奏乐 欢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高规格迎接 因为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后 首场外交国防高官海外出访 第一站先来到日本 双方16号下午在东京 举行二加二会谈 美国派出国务卿布林肯 和国防部长奥斯丁 日本则是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 和防卫大臣岸信夫代表与会 布林肯会谈一开始 就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布林肯强调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 他也谈及民主人权价值 更批评大陆的人权问题受威胁 这场美日二加二会谈 也讨论对抗气候变迁 网路安全和防疫问题 更聚焦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 另外如何牵制大陆在东海南海 日渐扩增的影响力 也是双方共同努力目标 会谈之后岸信夫也表示 双方有共识台海安定和平相当重要 也对大陆的海警法抱持疑虑 不过这场美日峰会聚焦大陆北韩议题 大陆外交部则表示 美日交流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 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就是综合报道 好 这个月我们来看这个图表 就是满满的美中对战 真的是精彩可惜 最重要的就是18号来看到的是 美中的高层要进行所谓的高层对话 地点在阿拉斯加的安克拉志市的会晤 那在之前我们来看到 这个美国的高层 其实在亚洲的地区有声温的状况 包括来看到12号 我们已经讲过了四方安全对话 今天演到的就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 已经抵达到日本了 而且今天就在东京 以及日本的外向 还有防卫相关的高官 进行所谓的二加二会谈 其中布林肯 其实之前就有推文说 很高兴能够重返日本 那日本的外向 我们来看到 茂木敏充 他也坦言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今天的二加二会谈 将会聚焦在中国大陆的议题 你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尤其来看到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跟国防部长奥斯丁 其实是拜登就任以来 访问外国当中最高层级的官员 今天就在日本的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 其实他其实还有包括了 岸信夫就是防卫大臣 他们其实都有交开 所谓的二加二的部长级会议 路透有分析 这是拜登上任之后 要传达什么呢 传达同国的盟友 同盟的先盟友 要应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日本共同社也说 这是所谓的要制约中国大陆 另外我们来看到 日本的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 他也有一些说法 他在会前就说 美国跟日本 两国会明确的姿态 要反对中国大陆 而且要进行所谓的 反对中国大陆 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没错来看到的是 拉拢日本前夕之后 在访日之前 其实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国防部长奥斯蒂 他们这次都来到日本了 两个人特别联名来到了 是华盛顿的邮报 他们其实有联名的一个文章 他形容友邦跟伙伴 是美国的战力加成的因子 他们因此这一个行 是亚洲的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重振盟邦的关系 借此要反击大陆的挑战 还有威胁 就是这一篇 两人在华友的投书 他标题就说什么 伙伴关系 是美国在全世界的 战力加成因子 也就是有了这些伙伴关系 他的战力会有倍数的一个成长 所以要战力加成的因子 内容有提到 没有国家像美国一样 这种有联盟还有伙伴的网络 而且忽略这些关系 将会是莫大的战略失误 所以美国必须要反击大陆的挑战 以及威吓的时候 集结这些所有的力量 才会让美国更加的壮大 所以他这次才会来到亚洲 要结合日本跟南韩 有些来看到两个人 甚至还举例说 大陆在新疆的问题 西藏的问题 以及侵犯人权 这都是他们很关注的 甚至有系统性的蚕食香港的自治 另外还有暗中破坏台湾的民主 或者是违反了国际法 在南海深锁海洋的主权 这都是针对中国大陆的 所以他说呼吁大家 这些盟友们 我们要团结起来 就能够向大陆来究责 这是两个人本周在亚洲地区 要传达非常关键的意义 而且要跟全世界来传达 他们亚洲型的目的 来看到的是布林肯跟奥斯丁 今天不是来到日本跟外相 日本的外相貌目敏充 还有防卫向暗信夫 举行2加2的会谈 被视为是亲台派的是谁 亲台派的就是暗信夫了 他在13号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视频会议上 就曾经对台湾的安保环境 表达很忧虑 他认为台海的军事平衡 正不断朝着有利于 中国大陆的方向来变化 身为防卫大臣 但是他的触及的发言 却是谈到台湾的情势 所以日媒觉得非常的罕见 另外再看到的是 美国国务院的14号发布了 重申了美日同盟 劳不可靠的文件 其实也有显示到 要对抗的是中国大陆 在亚洲跟世界的 所谓的各地挑战 而且再次强调 间隔诸岛 也就是钓鱼台 是美国防卫义务的 美日安保条约当中 第五条所适用的对象 文件有指出 美国对日本的防卫跟参与 是绝对的 展示了深化美日同盟的决心 接着深入来分析 拜登所谓的亚洲结盟的挑战 最近美国在外交上 频频的外出 跟所谓的安全的高官 都在出访 主轴就是对抗中国大陆 尤其来看到今天登场的 就是美国跟日本的防长会谈 支持两国会再度重申 钓鱼台 适用所谓的美日安保的条约 第五条 美国会协防日本 那当然是就是 冲着中国大陆而来的 另外日本首相菅毅文 4月的时候也要访问谁 访问拜登 到美国去拜登 也会强化所谓的同盟关系 但是我们来看到 美国国务卿跟防长 在结束日本完之后 他会来到哪里 他会18号 就会继续来访问韩国 就明天其实就会访问韩国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 日本跟韩国 他们之间其实并不太友好 过去历史之间 我们来看到 其实到现在根本就没有改善 加上南韩的文在寅政府 他立场是比较轻中国大陆的 又不是所谓的美日英澳 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 所以美国跟北韩的关系 现在又比较僵化了 因此自然会增加北京对外谈判的筹码 也就是说美国想要拉拢这两个人 这两国 日本跟南韩要抗中 但是日本很积极 南韩似乎没有那么想要抗中国大陆 所以硬要把两个国家拉在一起 您觉得会成功吗 会的加一 不会的加二 接着我们要访问谁 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所 副教授黄介正 他今天也被我们问到说 怎么看美国跟日本在今天的会谈 他们把日本跟韩国拉在一起 这两个国家好像似乎不合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觉得这一次最重要的是形式意义 也就是说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他为了表达重视盟友 所以他亲自到盟友的家里去拜访 他飞机落地那一刹那已经完成任务了 那么谈的问题其实双方都一直在谈 双方的大使馆 双方的视讯 这个外交系统一直都在谈 那么由这两位拜登非常信任的外长跟防长 那么透过二加二的形式更为巩固盟邦之间的这种形式主义 也就是说实质跟形式双方都做足了 那至于说能不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我觉得大家不要期待过高 现在都还是未定之天 尤其是对中整体战略还没有出来以前 那个总是大家还有其他的期待 所以我们要继续收看 继续分析 来继续评论 那可是他要把日本跟韩国拉在一起 但两国很多历史上的一个恩怨 所以这个真的能够同心其力来对抗中国大陆吗 这个日韩之间问题真的是历史情仇 这个有些时候美国也蛮勉强的啦 评臭对 对应臭 那个我记得欧巴马政府是一手拉欧巴马 一手拉朴景辉 硬要他们在一起拍个照 然后双方脸上的表情 就可以看出来不像爱情 也没有迫降 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局啦 老实讲说外人真的没有办法解决 老实讲的 mean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